五十后的人生要越活越好 让五十家Talk陪你 用新的方法创造属于你的理想老后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这一集五十家Talk 我是周慧婷 节目一开始呢 先跟大家推播一下 五十家学院的正位瑜伽课程 已经进入第七期了 另外呢我们还有开设男士专班 这两门课呢陆续会在八月份开课 那么很多人可能会问 到底什么叫做正位瑜伽 跟一般其他门派的瑜伽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我自己也刚好练了好几年正位瑜伽 所以这边跟大家简单分享 其实它就是透过各种符句 比方像瑜伽砖啦 瑜伽绳啦 臂绳等等 让自己的身体呢 包括脊椎 骨盆 还有四肢呢 回到原本该在的位置 所以长久练下来 不但可以纠正你的姿势 还可以改善很多身体疼痛的问题 那像我自己就是在练了正位瑜伽之后呢 下背疼痛的问题 就很神奇的消失了 那因为这个运动呢 门槛不高 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程度 来做每个动作 所以非常推荐给大家 那么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 欢迎到我们五十家学院的官网 来做进一步了解 好 我们会特别跟大家提到瑜伽 其实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主题很有关系啦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慢性疼痛 今天提供大家几个数据 第一个就是全球呢 有20%的人有慢性疼痛的问题 这等于每五个人 就有一个人有疼痛的困扰 这比例算是相当高哦 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在台湾 根据2023年健保署的统计 我们政府呢 每年光是因为民众下背疼痛支出的医疗费用 就高达100亿哦 还有呢就是根据台北荣总的调查 在台湾因为偏头痛而请假 结果造成经济的损失呢 平均一年居然有46亿 好 看到这个数字 我自己非常有感 因为我自己呢就是非常典型的偏头痛患者 那刚刚讲的46亿这个数字 我觉得自己应该是贡献了不少 所以呢对于今天这个主题呢 我个人非常有切身的感受 那我们今天要访问的呢 是卫生福利部基隆医院的副院长 同时也是台北荣总 继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的神经内科教授 陈维达 陈医师 陈医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好 好 我想这个痛的经验 大家大概或大或小 或多或少都有啦 不过痛的方式有很多不同种 那我们刚刚听到慢性这两个字 大家第一个理解就是 他不急迫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意味着说 他对我们带来的困扰 是绵明无绝其的 所以先开始请教医生 就是慢性疼痛值到底是什么 它的定义相较于 我们一般其他疼痛有什么不一样 是 慢性疼痛的定义很简单 就是一个疼痛持续超过三个月 我们就概略叫它慢性疼痛 那不是只持续痛三个月吗 持续痛三个月 持续痛三个月 是是是 可是比方像偏头痛还是种 它是偶尔犯的 犯的频率可能比较高 但是不是always在痛 对不对 所以如果对头痛来说 慢性头痛的意思就是 你头痛超过三个月的反复发作以外 你每个月痛的天数要15天以上 这特别适用于刚才主持人所提到 振发性的疼痛 那头痛就是 所以他慢性头痛的定义就要符合 一个持续三个月以上反复发作 而且一个月要超过15天 还把每个月的频率加进去算这样子 然后慢性疼痛 它不是一种身体的损伤 是吗 比方说烧烫伤 刀伤 或者说拿给器官的病变 而是你在你书上有提到 它是来自大脑结构功能的改变 什么意思 因为急性疼痛 如果持续没有好 大脑会相应做一些改变 因为人本能就会感受到疼痛 它是一个保护的基转 当你这个疼痛的刺激一直没有消失 大脑就会开始持续要去保护 不知道哪里不对了 他要持续保护这个疼痛 让他不要 因为我们人体要躯避危险 所以过度保护的状况之下 持续超过三个月 大脑的功能结构就会改变 造就了这个慢性疼痛的持续不断 就是说你原本可能因为 拿一个身体受损痛了 比方说你可能腰闪到了 什么痛 但是隔了三个月之后 其实你那个损伤可能已经好了 可是你的大脑可能错乱了 以为他还在痛 所以就告诉你继续痛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所以这个慢性疼痛 就基本上来自于大脑的 我们叫做可塑性改变 可塑性就是说 大脑本身就有改造自己的功能 那因为疼痛的刺激持续存在 所以它的结构或者是功能就改变了 我们叫大脑可塑性改变 它也是我们慢性疼痛 最重要的基转 所以也就是说 这种慢性疼痛 多半是来自之前 你可能某一次身体受损吗 因为我觉得 我不知道这个比例有多高 可能很多人会 我不记得 我有受过什么急性的身体损伤 那这个痛 它是靠神经传导 还是它说 其实跟神经是没有关系 完全是大脑一个认知的问题 基本上一开始的损伤 应该都是有的 只是有些民众 大家一时也忘了 比如说像头痛也是 大家不知不觉 就变成慢性的 那腰痛也是 很多人不知不觉发现 我最近怎么腰持续的不舒服 一开始就 所以会慢慢改变作姿 但是重点就是 刚刚主持人您所提到的 三个月内 大概急性的损伤 伤口都好了 但是大脑跟着改变 造就了疼痛的持续 这样子 就是已经好了 但是大脑还是告诉了 它在痛 它要持续保护人体 所以它做出一些相应的改变 所以让人体持续感受到疼痛 意思就是叫你直接 继续保持这个安全的坐姿 或姿势 趋避危险 刚刚一时讲到的重点 就是其实疼痛 它是一个保护机制 那我知道很多人 其实痛觉是很迟钝的 就像我们曾经在新闻上看到说 有人是天生没有痛觉的 那听起来好像很不错 但是其实对当事人 是伤害还蛮大的 比方他遇到什么 烫伤啊 刀伤啊 他没有知觉到 后来就搞得全身伤痕累了 那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但是像我就认识一个朋友 他真的是痛觉是比较不敏感的 他说他在生孩子的时候 已经开到极止了 然后护士说你会痛就叫出来 没有关系啊 结果他还在那边翻杂志 因为他真的不痛 好 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痛觉 比较迟钝的人 是不是就不会有这种 慢性疼痛的问题 还是这是两个不相干的 基本上慢性疼痛 还是痛觉敏感度有相关 所以天生对疼痛 比较敏感的人 确实比较容易慢性疼痛 这是事实 那确实有一群人 像刚刚主持人你所提到 他对外在的疼痛的刺激 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这些人确实比较不容易演变成 慢性疼痛 那慢性疼痛 根据我们这么多年看诊的经验 其实慢性疼痛 很多人都是高敏感族群 他个性也比较纤细 比较细密 比较体贴 比较有同力心 所以慢性疼痛 也很多人有艺术天分 所以如果听众 你是慢性疼痛的病人 先不要挫折 其实很多人都有艺术天分 可是我想大部分人 应该还是希望自己 不要痛比较重要 所以像陈医生 你主治是神经内科 那应该也经历过 各种慢性疼痛的病患 那你临床上 最常见的慢性疼痛 有哪些 基本上我们把慢性疼痛 常见分五大类 第一个就是慢性头痛 最常见的诊断 就是慢性偏头痛 第二大类是慢性肩颈痛 那大部分都筋膜炎 第三是慢性下背痛 也大部分都是筋膜炎 那接下来是慢性神经痛 这里面有三个 就从头到脚下 对慢性神经痛 其中就包括糖尿病 多发神经病变 还有泡疹后神经痛 还有三叉神经痛 这几个都是标准的慢性神经痛 最后一个是慢性的全身痛 我们叫纤维肌痛症 这个比较少听说 对一般民众 大家比较少听到 不过Lady Gaga 就是纤维肌痛症的患者 她就是全身性的筋膜炎 她甚至还因为 严重的疼痛 中断演唱会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患者蛮多的 蛮多的 大概比例有多少 两percent 两percent 对所以一百个人就有两个是全身性的慢性疼痛 她有个耗发的年龄吧 有大部分都是四五十岁 男女 但是女生比较多 OK 好我们今天就针对这各种不同的疼痛 来跟大家解惑一下 首先请教医师就是 我觉得一般人出现慢性疼痛的问题 可能第一个疑问是 我到底应该去看哪一科 就看你痛哪里吗 对很多人是这样子看第一次看医生的 但是因为我刚才提到 就是基本上神经内科 腹腱科 骨科 甚至疼痛科 这一科都有人看 但是大家一开始可能都根据部位 去看不同的科别 但是如果真的是慢性疼痛 因为它牵涉到大脑的改变 用药我们也都用神经稳定剂 所以很多病人大部分还是看神经内科 因为基本上还是跟神经的感觉有关 大脑 对 那一般来讲刚一直提到疼痛问题 好发在四十到六十这个的收令族群 那像我自己应该算是特例 你知道我第一次偏头痛犯是什么时候 很多人都学生时代就有了 我是幼稚园就开始了 所以基本上偏头痛已经陪伴我半个世纪了 那我从小然后随着青春期到成年结婚生子 然后也经历过工作压力的最高峰 然后呢也经过更年期 但是这个问题就一直伴随着我 不过主持人你快要解脱了 真的吗 是这样子吗 如果到六十以后 因为没有女性荷尔蒙的混乱跟周期变化的话 偏头都会改善很多 所以它是来自荷尔蒙的印象 那反正我各种治疗方式都试过 所以基本上放弃了 就是痛起来就吃药 当然希望今天访问完之后可以得救 是是是 好 我现在刚讲到吃药 就是现在偏头的有动药 其实做的还蛮好 第一个很有效 那有专门针对偏头痛 不像以前早期 有时候药物是没有效的 那医生另外有提到的就是说 吃药它可能会造成一些的副作用 对不对 其实机性用药 或者是预防性偏头痛的用药 长期吃都有可能有副作用 如果使用不当的话 所以其实治本的预防疗法 对偏头痛来说 我们会从小剂量开始 选择适合病人的 那正好偏头痛的预防 我们只需要动到很小剂量的药 基本上我们会监测 副作用的状况下都很安全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 这个治本性的预防疗法 你所谓的预防 就是你在书上提到这个神经稳定 是的 它必须每天使用 使用三个月左右 让偏头痛稳定下来 那一般民众大家只知道吃急性用药 那急性用药如果市面上的急性用药 包括综合感冒药 感冒糖浆 这些都加了大量的咖啡因 所以其实长期使用 偏头痛反而会恶化 所以我们希望民众 基本上要监测头痛的天数 如果一个月 你有四天以上的偏头痛发作 我们要采取治本性的预防疗法 而不能只有吃急性用药 这是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的 你刚讲急性用药 我知道像小时候有时候看一些长辈 只要一头痛就感冒糖浆就喝 或者是什么五分珠药粉 一般成药店买的 而且他们天天吃 这个就是你讲的成瘾的问题 如果一个礼拜使用两次以上的 这些复防止痛药 或者是一般单纯的止痛药 就有可能会走到 止痛药过度使用 也就是所谓成瘾性头痛的状况 所以我们一般都希望民众要注意 一个月到底痛几天 靠手机或日记来记录 如果一个礼拜会使用 超过两天以上止痛药 如果急性用药使用太多 基本上就要开始 资本性的预防疗法 就可以降低头痛天数 所以民众就不会慌张 我们会告诉病人 该开始吃预防药了 民众如果使用三个月 他的急性发出就会变少 严重度也会降低 这样子就可以避免 药物成瘾的状况 好 医生你刚刚讲的神经稳定剂 这个预防用药 我记得我曾经看过医生 他跟我说 保证可以根治我的偏头痛 但他要我做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戒掉咖啡 第二个就是要 我吃他开的一种药 至少连续 你刚刚说的 吃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那咖啡的问题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 药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现在偏头痛药 效果做的还不错 吃了几乎是可以达到止痛效果 当然我们能不吃最好了 但是你现在 为了让我避免吃止痛药 要我连续吃三个月 甚至更久的另外一种药 当时听起来就不太能够说服我 所以我就没有采取这样的治疗方式 不过现在想起来 他药我吃的应该就是你说的 这个神经稳定剂 没错没错没错 那我的疑问就是说 难道神经稳定剂 它就不是药吗 就没有副作用或者成瘾的问题吗 它是神经稳定剂 它就不是止痛药 那所以它就没有成瘾的问题 它是药 不是止痛药 OK 那大部分我们会用的药 就是抗癫痫药跟抗忧郁剂 所以它也是标准的吸药 但是我们使用的剂量是非常低的 它会稳定神经 或者火化大脑的止痛系统 所以你连续服用之后 头痛的频率就会下降 频率就下降 但是有没有办法根治 其实我们所谓的根治呢 我们说的是一个月发作四天以下 我们就叫根治 因为偏头痛的病因 基本上是先天的基因体质 再加上后天的环境 所以我会告诉病人说 因为你的基因带有偏头痛 所以人生难免偶尔就会发作 所以我们说的根治 是希望一个月稳定的 发作不到四次以下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我一个月如果发作四次以上 超过的话 那我就考虑用这个神经稳定剂 那设法把它降到一个月四次以下 对 没错没错 那一个月只发作四次以下 偏头痛的这个大脑 我们就会说 你的大脑已经稳定了 你不用再继续吃神经稳定剂了 但是你说要根治 所谓根治大家认知不同 要完全不发作 我觉得不太可能 人生重要的时候 或者压力聚集的时候 难免会有小发作大发作 但是因为它写在你的基因里面 但是我们如果一个月发作不到四天 人生还是彩色的咯 生活品质还是如常 所以我们会告诉民众 就是维持四次 四次一个关键数字 了解 好 所以就是做日记 记录非常重要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聊到 那另外就是咖啡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也是让很多疼痛患者 很困惑的 有些医师会建议病人说 你一定要戒掉咖啡 认为咖啡是导致头痛的原因 可是我觉得如果不要过量 比方你每天早上 靠个一小杯咖啡 可以避免头痛 那这样还是要戒吗 那这个咖啡跟头痛之间 到底哪个是因 哪个是果 是 咖啡跟头痛的关系 是两面刃 过量的咖啡因 会干扰大脑神经的稳定性 会反而造成偏头痛增加 但是少量的咖啡 或者是急性头痛的状况 很多人喝咖啡都会改善 所以咖啡因本身会止痛 但是过量的咖啡因 干扰平衡 会造成长期头痛反而增加 那所谓过量是多少 所以目前我们台湾头痛学会 建议一天不要超过 100毫克的咖啡因 所以也就是一杯美食咖啡是OK的 但是不要超过 了解 好的 好 我想除了头痛之外 另外刚刚提到 从头下来就是肩颈 肩颈痛也是很多人的困扰 我想这个跟3C用品用态度 一定是有关的 那您在你书中有提到说 这个七八成以上都是肌肉 骨骼 韧带受伤 那我怎么判断 我的肩颈疼痛 到底是肌肉还是关节出问题呢 如果是肌肉造成的 很多时候都有压痛点 那所以我们看肩颈痛啊 我们神经那颗最重要就是排除掉 上肢有没有麻 无力 或者是一些 我们用扣整锤敲反射 发现不对称的这些神经学症状 这些我们就会担心 颈脊髓是不是有受到压迫 或者颈部的神经根有受到压迫 这就是另外一个结构的问题了 但大部分都没有 而且有痛点 那这些我们就会怀疑是筋膜本身的问题 那我们就会针对这个来做治疗 这的确也是大部分病人的样态 这个治疗是从哪一方面 我们会针对比如说像筋膜炎 对不对 长期肩颈痛 如果没有神经学症状 我们也是可以给它试神经稳定剂 让神经稳定下来之后 慢性疼痛就会缓解 就刚刚那个偏头痛一样的一种药物是吗 不一样的药 不一样的也是神经稳定剂 对我们是有不同的属性 偏头痛有偏头痛的神经稳定剂 筋膜炎有筋膜炎的 了解了解 好 谈肩颈痛 我当然就不能不谈到五十肩了 我觉得这是很多五十家族群共同的困扰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五十肩 不要随着年龄就来报道 它可能变成七十肩或者是八十肩 或者最好永远不要出来 五十肩的变异目前还是非常复杂 我们也牵涉到免疫因素 也牵涉到这个机械的因素 就是姿势啊 受力这些 所以我们还是鼓励民众要多伸展 多运动 然后调节免疫这些 那平常可以肩颈 如果长期免疫力也有关系 也会有点关系 那如果长期姿势不良 再加上本身的体质 免疫的改变 就有可能造成这样退化性的五十肩 所以纠正姿势可以 上上我们刚刚开头讲的正位瑜伽 是是是 好 然后很多人因为吃药总是不好嘛 那可能会有人使用贴布啦 喷剂啊 在这个肩颈的这个部位 觉得这样好像比较不会伤害身体 这个想法 医生说其实是错的 对不对 基本上我们还是靠主动的运动 跟姿势的调整跟训练 这些是比较治本之道 那当然急性疼痛的时候 适度的缓解也是有必要 不然你会用更奇怪的姿势来代偿 可能会造成后续的疼痛加重或慢性化 所以其实我们鼓励民众 如果急性疼痛 确实可以短暂使用急性用药 贴布很多民众以为是外用就不会伤肾 其实你过度贴 贴大范围 它一样药物会吸收到血液里面 也是会可以影响生功能的 所以酸痛贴布各位民众也要注意 它也是一个药 即使是外用 它还是会吸收 大家要特别小心 OK不要以为没有吃到肚子里就没有关系 好我们继续谈这个下背疼痛 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问题 不是年长者的专利 对不对 很多年纪轻轻就有这个问题 那医师在书中也特别提到说 他的成因可能跟你运动导致的肌肉拉伤有关 比方说现在越来越多人做重训 或者做各种的运动 那这让我想到自己有一段时间 的确是运动完就会有下背不太舒服的感觉 所以这个是失利或者是姿势出了什么问题吗 我们怎么样去找这个源头 源头如果是我们刚刚说是肌肉相关因素的话 我想我们每次在训练之前要充分的暖身 对 那健身之后也要再伸展 让它扩荡下来之后 那睡眠也很重要 睡眠可以修复我们组织的小伤害 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了一些重训 或者姿势不良 这些酸痛 其实半夜我们就要靠充足的睡眠 让生长激素呢 修复组织的小损伤 但是如果睡眠不好 日积月累下来 就有可能长期下背痛 所以主持人你刚刚提到的 我们会建议要充分暖身 积极训练之后 也要让它完整的扩荡下来之后 做一些缓和的动作 对 然后晚上充足的睡眠 这些都很重要 有助于修复小伤害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同时有在运动 然后有这些下背 紧紧疼痛的问题的时候 可能要想到这个运动 是你疼痛的源头 对不对 然后就是之前的热身 之后的缓和 还有充足的睡眠 就是你一要动 也要休息就对了 是的 OK好 讲到这边的终结慢性疼痛 医生这边也提供了 我们几个关键密码 叫做SEDS种子 这五个字母分别代表的意思 刚刚医师有稍微跟我们提到了 是不是进一步跟我们解释一下 是 第一个S是睡眠 我们希望可以睡足七小时 刚刚我特别有讲到 生长激素扮演的角色 希望大家充足的睡眠 可以修复白天的组织小伤害 这样小疼痛就不会日积月累 被慢性疼痛 那E的部分呢 第一个E是exercise 那就是运动 运动会调节自律神经功能 有助调节慢性疼痛 所谓运动一定要会传的运动 那我们也发想了一个叫核心快走法 因为快走是大家最能够接受的运动 一天7500步 有科学文献认诊 这个可以降低离病率啦 死亡率这些 所以一天7500步 里面呢 如果我们可以穿插一些核心运动 比如说每1500步 你就做时下的核心肌群训练 比如说深蹲啦 弓箭步啦 这些 然后再继续1500步 然后累积7500步的状况 一个循环当中会有四次的核心运动 不但可以活化你的自律神经 而且借由间歇性的核心运动 对于你身体的支撑力啦 核心肌群强度的增强有帮助 所以核心快走法 我们是希望可以推广 用来对付这个慢性疼痛 所以它等于又有氧 又有激励的训练 是吗 特别适合慢性疼痛 好像少了伸展 在运动之前 我们都鼓励要做伸展 因为你在暖身的时候 就大部分都是一些伸展运动 所以一个完整的运动 应该是暖身 也就是伸展 接下来心肺运动 接下来有一些负重 所以我们希望一个完整的运动 要牵涉到这三种 三大类型 然后第二个一呢 就是eat 饮食 饮食我们特别推荐 抗发炎饮食 刚有提到慢性疼痛 是先天的基因体质 再加后天的环境 后天的环境 最重要的因素 包括压力跟饮食 所以饮食的部分 就可以改善发炎体质 我们希望透过健康的饮食 多吃白肉 少吃红肉 另外不要吃精致糖 要吃这个有字边的糖 不要吃米字边的精致糖 对 那蛋白质也要摄取 每公斤 每天一克的这个蛋白质 透过这些饮食的设计 抗发炎饮食 就可以带领听众们 远离这个慢性疼痛 有没有病人跟你说 他特别吃了什么 比方3C 叫什么柑橘巧克力起司 以后就容易疼痛 有病人这样说 他们反而是担心 这个会不会造成头痛 但是我想跟各位听众讲的是 西方人对于这些3C食物 可能是比较敏感的 我们在国内做过调查 其实大家受食物的影响比较少 就像肤脂 也是很多慢性疼痛病人在意的 可是西方人对肤脂 对疼痛的影响比较大 我们东方人观察很多 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 如果各位还是有怀疑 建议用日记的方式 来确实找到因果关系 不然的话 就是你这下要讲的这个diary diary就可以帮各位找到 真正的会诱发疼痛的是什么 这个日记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该怎么做 日记我们会记录 每天的疼痛程度部位 然后有没有什么诱因 造成今天头痛变多 尤其是你怀疑的 可是诱因会不会说 比方说我的感觉是 因为早上我做运动了 所以痛 那事实上是因为今天天气变化 导致的痛 那我这样怎么去区隔它 所以你还是把你怀疑的因素 一并列在上面 你怀疑气候 那你气候的部分也可以写上去 那经过反复的验证 几个月的日记看下来 你就可以发现 好像没有关 我们曾经有病人在怀疑说 他是喝了红酒就会头痛 就后来发现根本红酒还好 是cheese 是cheese 因为他喝红酒 肯定就搭配着cheese 有时候他没有吃cheese 但是喝红酒他就不会 所以其实日记就有助于 釐清这个因果关系 但是我必须说 如果所有事情都紧接万般的话 其实会对自己造成压力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透过日记 找到真正会诱发你疼痛的因素 不然这个也不能做 那个也不能吃 其实生活中都是压力 这样对面性疼痛很不利 同时也没有乐趣 对 医生刚刚刚我讲到这个运动造成 确实你有没有听过你的病人 是运动完会头痛的 有没有 有这样的状况 这最主要还是因为 可能自律神经的改变 影响到血管的收缩性 所以有运动会诱发的头痛 有这个诊断 那怎么办 他不能动了吗 我们有预防疗法可以吃 有一种叫被他阻断筋的预防疗法 药物 这是什么 它是一种药物 它也可以预防偏头痛 但它特别可以用来 预防运动后的偏头痛 没错没错 这还真的是要看医生才会知道 是的 好最后你刚刚讲的 S1 剩下一个S S就是压力 压力是我们目前认为说 慢性疼痛除了先天体质以外 后天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压力 很多民众会告诉你 因为我换工作压力大 所以最近慢性疼痛 变得跟以前不一样 即使他在接受一样的治疗 所以这时候我们会鼓励民众 万一真的会干扰生活 可以即兴使用一些止痛药 没有问题 但是短期使用 那另外日常生活可以多注意 热疗 但是最重要还是要压力管理 所以真正找到压力的源头 发现它 我们会讲一句很有禅忆的话 就是面对它处理它 放下它 原因是因为有些人的压力 是儿时的不愉快经验 这种比较长期的深层的压力 这真的要面对它去处理 那有些人是车祸 遇到短期有法律纠纷 这种急性的压力 造成的疼痛加重 这个也是要面对它处理它 所以我们会鼓励民众 找到压力源就正式去处理 而不要拖着不管 其实这样拖来拖去都是压力 有没有病人跟你说 他是放假没压力的时候 反而开始痛 会 尤其是偏头痛 偏头痛特别会有一种人 在假日或者是年节的时候 特别会发作 因为偏头痛的大脑 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所以不管压力变大 还是变小都会头痛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所以就有人研究 什么叫做压力变小 也会痛吗 有人观察到 西方的文献就有提到 一种叫 或者叫 就是在周末放长假 没压力的时候才头痛 我觉得那其实也是一种压力 就是你累积在一个礼拜的压力 最后释放出来之后就一起痛 是是是 所以它也是对大脑一个很大的变动 所以偏头痛的大脑 的确需要稳定的环境 大家几点钟起床就起床 不要在周末说oversleep 睡到中午再起来 早上八点钟有喝的咖啡 没有喝 这些种种因素加起来 还有压力的变动本身 都是对偏头痛大脑 一个很大的刺激 所以慢性疼痛的大脑 我们很希望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规律的运动 健康的饮食 充足的睡眠 这些种种加肿起来 就会对慢性疼痛 刚刚提到大脑可塑性的改变 经过稳定的生活形态 就可以矫致 最后远离慢性疼痛 好听起来 就是刚刚这个SEEDS 这几个你让他保持一种规律 包括不管是睡眠 运动 饮食 这些作息都让他很正常 不要说 好吧好累 今天就睡他个12个小时 所以这样反会造成头痛 不过压力听起来 还是万恶之首 那终结疼痛最大的关键 我觉得听起来 就是搞定自己的压力的来源 对不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陈医师 针对这个慢性疼痛 提供我们大家这么多各种的建议 还有处方 吃药也不是什么罪恶 那么花点时间 先找出原因 针对原因来杜绝和改善 应该是更好的 是 好今天非常谢谢陈医师 接着我们访问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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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